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一些關於疫情防控策略的爭議 有很多個所謂專家醫生就說要共存,要混合免疫的東西 在昨天又拿出來講,高永文醫生聯同盧寵茂就大戰多個不同專家 但原來多個不同專家在以前發表過的醫學文章所講的策略 其實現在是失敗了 即是甚麼?今天就會告訴大家袁國勇不會告訴大家的秘密 那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待會就跟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講就是 大家現在都知道拜登已經是中了新冠肺炎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他中了是哪一種病毒呢? 現在最新的消息指 拜登是中了變種病毒BA5型 即是說最容易會有長新冠的一種病毒 哇!他本身已經是不太聰明了 坐下起床say goodbye都要叫人提他 那他還可不可以身體抵受得住呢? 那待會就跟大家去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那文潔已經是身處杭州了 哇!入境那裡真的有些少少問題 在政策方面 不過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政策 到底入境杭州有些甚麼要注意呢? 我一陣間晚點直播是會跟大家說 到底是要怎樣才可以順順利利地入境杭州 然後文潔後面的玻璃這個景 其實就是杭州西湖的景 可能在早上如果錄片給大家看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看看到時可不可以和大家直播一起看看西湖的美景好不好 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一些疫情的問題 在昨天確診數字又是第四天超過了4000宗 仍未有一個回落的跡象 張竹君警告 現在疫情是屬於高峰期 是屬於高位 未有一些回落的跡象 他預計兩至三個星期內單日確診就會回一倍 即是說會接近8000宗 他呼籲所有市民要接種疫苗 以及緊守防疫的措施 政府會繼續加強一些檢測公告 即是說現在已經是一個高度傳播了 但是之前袁國勇所寫的文章說希望社會有低度傳播 要做到混合免疫 但其實現在已經是高度傳播 那混合免疫這件事 是否即是說已經糧了呢 即是已經是 一早已經混合了免疫 即是一早已經叫做混合免疫 但是Omicron是做不到混合免疫的呢 其實現在在一些公立醫院裏面 已經是有一些壓力在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些人現在 是中了喉鬥 不過 幸好我們香港是未有個案的 所以呢 我們就叫做可以叫做 防笑一件事 但是依然是不可以掉以輕心 不過 在近日裏面 又有很多不同的所謂專家 就叫我們要 類似躺平 還是 混合免疫 這樣的東西 包括了 袁國勇 孔凡毅 當然還有其他醫生 當然有些醫生是很搞笑的 有時候有共存 有時候就 不共存 你都不知道他究竟是想共存 還是共亡 例如這個叫做 梁柏妍 這個梁柏妍 也都在昨日的時候 他又說 哎呀有很多學者 包括這個 袁國勇等等 都說要 叫做混合免疫 他說混合免疫在香港 已經持續發生 其實其他地方都有這樣的跡象 不是一種新的理論 病毒已經扎根了社區 有機會變成風土病 混合免疫是一個基本的現象 不是什麼的理論 所以 其實很多的疾病之中 都有混合免疫 這樣的情況 他說 都是可以的 還有 叫政府 放寬一些 措施 令到 冬季爆發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 叫做 輕鬆一些 其實爆發 怎麼會有得輕鬆 你想想 我們上一次爆發的時間 其實最近的時間 是3月4月份 春天時期 夏天不是一樣 再爆 你現在想暑假放 想夏天放 爆的時候 秋天爆 秋天爆完之後 冬天又再爆 一連四季爆發 不行 所以 其實他所說的話 是不是 有用呢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未必是 而中文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陳家亮 他就預計 確診的數字 將會 重上過萬中 接著很搞笑 他就批評 各個政府的部門 應該 應對長生觀的時候 就 卸責 那麼他就說 醫管局 又說有足夠去資料應付 但是衛生署 又將 波 扔去這個 醫管局 搞到都不知怎樣去對付 這個叫做 長生觀 那些權責非常之不清晰 認為 有需要快點處理 新冠病患者 康復之後 有長生觀的症狀 那麼 這個叫做中文大學的院長 陳家亮 都是一個 厲害的醫生 不過 當然 他沒有被我們 政府聘人為 專家醫生 陳家亮就說 研究發現 確診者 很多確診者都出現 長生觀的 現象 有七成幾康復人士 出現多個免疫系統 和多個器官的症狀 部分人士不單是單一器官 腸胃都不適應 都不適 還有就是中央神經問題 例如 老夢 無端端走去廁所 我正在做什麼 去廁所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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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呀 我正在做什麼 現在去做什麼呢 自己都不知道 做什麼事 所以 長生觀 是非常難解決的 所以 其實 既然長生觀難解決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 令到大家不要中生觀 那就可以 那就是 什麼事都沒有 是不是 不過這樣 有些人就不是這麼說的 有些經常都說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混合免疫 那我們的高維銘醫生怎麼說呢 那高醫生 他在昨天的時間 又說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就說 現在在現實層面上面 為了減少防疫 遇到社會 經濟民生 帶來 不同的影響 他說香港很難做到 現在已經錯失了時機 很難再做到全面的強檢 以及 強硬推出一些的社交距離措施 那所以 現在是非常之難 達致到動態清零 他認為 盧寵某醫生 所提出的精準抗疫 是更加可行更加適合我們香港現在的 一個 一個 叫做情況 他 和葉太也都認為是非常之可行的 他就說 其實 紅黃馬 採取 不遺倒 不影響低風險 以及 未接 即是叫做什麼 未受感染的人士的防疫方法 同一時間 可以確保高風險的人士 不會去到危險 即是叫做高危的地方 例如餐廳酒吧等等 他強調正常生活 不影響上班 不影響運作 整個社會運作 是一個很好的大原則 而葉太也都說了 即是沒有辦法 現在 在社會民生 各方面的 叫做條件底下 都贊成 以紅黃馬 做一個 叫做分間 說真的 如果有紅黃馬 分間島 其實 我們 我自己覺得 在內地的一個 經驗告訴大家 我們有健康馬 其實很大機會 我們都依然可以通到關 為什麼 因為內地 現在是用健康馬 然後加上中高低風險 去判斷你能否入境 順利 所以如果有健康馬的話 很多東西都會 流暢 順暢很多 甚至乎通關都可以得 那你 高風險的 你去那些高風險的地方 那你就 叫做和馬 那你就不給過關 鹿馬 沒事的 你沒有去那些高風險的地方 這樣 那你就可以通關 加上檢測 那其實 這件事情 都可以跟我們 叫做國內 不同的省市是對接到的 是 失無的 是另類的一個 通關的方法 那高原文醫生 就在電視節目裡面 也都說 擴大這個 紅黃馬 涵蓋的人事範圍 至到緊密接觸者 他就說 暫時政府沒有 一個叫做 詳細的 下勢的計劃 他說現在這些 叫做講法 都只是給 一些建議出來 給大眾 去討論一下 去看看大家 有什麼的想法 他認為安心出行 實名制 然後再加上紅黃馬 是會更加好的 對於市民來說 對於政府來說 對於通關來說 都是比較 實務 非常實務 可以提醒市民 他的感染風險是怎樣 長遠來說 這個做法 也是踏實 也是可取 甚至通關也行 我自己認為 對於紅黃馬 引起一些叫做私隱問題 小民正常 進行網購的時候 都會向 網上的商店提供個人的身份證 出生日期 等等的東西 還有問題是 他們的資料 香港政府 全部有了 除非 他是非法入境者 挨挨挨 否則的話 我們香港政府有了他的資料 所以 私隱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一個問題呢 其實未必是一個問題 還有啊 他們有沒有用電話的 有用電話的話 其實他有用電話 就會知道他在哪裡了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的 有沒有用百合通的 你有用電話 再用百合通的話 基本上都會知道 他在哪裡了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的 所以這些是私隱的問題 這些時間 你是說私隱 是不是 跟著拿著數的時間 他是不說私隱 我發五千元 叫做消費券的時候 這樣發下來的話 哎呀又要給那麼多資料 私隱問題呀 我都是不拿了 會不會這樣做呢 神經病 大哥 有良知的嘛 怎麼會這樣做呢 OK 好了跟著呢 就跟大家講講 袁國勇等人 即是翻譯了一篇文章 不告訴大家 有些事實 那大家知道 他跟幾個人呢 加上四個人呢 在香港大學的網站發表了一些文章 就說 我們香港呢 應該要放寬一些 疫情防疫造私 這樣 要實現一個 叫做混合免疫 但是 他也都說了 實現這個混合免疫的話呢 就說第六波的死傷 遠比第五波會輕微的 這樣 那麼 也都說要 叫做叫做叫做 怎麼說 全面 躺平這樣 不要再搞什麼動態清靈 各方面的事 OK 但是其實呢 這個 不是袁國勇他們 第一次提出的倡議 在2022年1月6日的時候 在香港大學的 一些網站裡面的同一個欄目裡面 他們已經發佈了這些文章 宣稱 香港可以在2022年7月份 實現99%的人 接種了兩針 可以全面開放 他們也都斷言 Omicron的殺傷力 是非常之低 在香港對外全面開放之後 大約只有1000 多個的長者 是死亡的 這個是他們在 2022年1月6日發表的文章 發表研究 但是 但是 大家知道 第五波疫情爆發到現時為止 已經 超過了9000人 死了 超過 超過9000人 即是說他們本身這個研究已經是 錯了 已經是錯了 但是這樣 那麼錯了他們會不會跟大家說呢 神經病啦 難道寫了一篇文章 我賴了東西上一篇東西 這樣 難道再說 神經病啦 我很多篇文章都賴了東西 我說你知道嗎 不會的 不會的 OK 如果等人呢 即是發表這些 叫做多項的多篇的 唱意的 叫做政策啦 那麼 但是問題是 這些政策是 有沒有用呢 這樣 和是對還是錯呢 其實大家看回一些結果 記得以前 他們所說的話 就會知道 其實他們 是有點不負責任的 說完之後 其實政府跟 跟完之後 其實 舔了東西 他們是毫無責任的 OK 其實在2022年6月14日的時候 有一個 叫做科學的 全球 很有名 的雜誌文章 有一個 研究論文發表出來 英國倫敦 帝國理工學院 牽頭的團隊 發現了 新冠疫苗 和自然感染 這個免疫 反應關係的調查報告 即是混合免疫的調查報告 這個報告就說 分析了很多人 打了三針mRNA 有不同新冠病史的英國醫護人員的血液 調查了他們對Omicron 抗體T 和抗體B 細胞的免疫地反應 裡面不少人相信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後 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免疫能力 讓免疫系統可以重新認識這個變種病毒 預防未來感染 但是 研究結果就顯示 原來感染了Omicron 再加強 即是再度感染了這個Omicron 的變種病毒 再打針的時候 基本上你感染了的話 原來那個 增加你那個的防衛性 免疫能力 是非常之有限的 甚至乎 這件事 Omicron這件事 是做不到混合 免疫 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 Omicron這件事 是中原會再中 中原會再中 報告裏面也都說了 接種了三針 之前也都沒有感染過新冠的群體 感染了Omicron之後 打算增加免疫力 但是研究出來的結果就是 他們的自然免疫能力 是沒有任何的增強的 所以 所以 其實 混合免疫 是不是真的可以 理論還理論 但是原來 有科學文章 已經在6月份的時候 今年 出了來就告訴大家 是沒有 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理論只是 理論 而在 2022年5月20日的時候 耶魯大學 醫學院和哈佛大學醫學院 一項的 叫做聯合研究指出 在疫苗接種高的地方 群體免疫 改善中的 美國 的一個叫做 馬薩 豬 塞 州 鬼啊 Omicron在8個星期之內 就造成了 已經是 其他的 比其他變種病毒 足足 是整個23個週期的傳播 裡面的 死亡人數 就是說 Omicron的死亡人數 是其他 例如Delta 死亡人數的4倍 耶魯大學的新聞稿 全部 都發了在這裏 而一個雜誌 叫做Drama JAMA 刊登的報告 亦都在網上 可以找得到 所以 Omicron 那個 殺傷力是不是 低呢 其實不是 人家 說Omicron比較溫和 而事實上 很明顯 原來他不是 真的溫和 而 在英國那邊 我們看看數據 英國的國家統計港 在7月7日的時間 發佈了一些 估算 此次到6月4日 英國大約有200萬的長生冠病患者 200萬 所以他們預計 他們未來的 他們未來的教育 醫療 安老 長期病患 和殘疾人事 等等等等 他們 承擔的 醫療費用 是會非常非常非常之高 而長生冠會損害著呢 200萬裡面的超過140萬人的 日常活動能力 而剩下那些人的 叫做日常活動能力呢 不是 損害那麼簡單 是會嚴重受損 所以 你給我選的話呢 我會盡力保護自己 面受感染 幸好 我現在 還是身處在 國內 所以大家 要注意防疫 少點出去吃飯 戴好點口罩 好不好 答應我 不要病呀 好啦那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